這個森林 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森林有很多大樹在這邊 大家感受一下這一個森林有很多 那個大樹在這裡 但是不是樹夠大就好 你請大家注意一點 這一邊的森林除了大樹之外 它有很多的小顆的夾在中間 也就是說你看到 它是不同年紀的混雜在一起 然後再來呢 底下 注意一下森林的 像我現在走進去 這是沒有人開路的 但是基本上不難走 就你走到這樣的森林不會難走 不太會有阻擋 這個就是很好的原始林 這很好的原始林就是這樣 怎麼判斷 一個就是有不同的年紀的樹 除了樹種很多以外 不同年紀的 而且一定要有非常大的樹在這裡 代表很老的 沒有人動過 沒有人動過 然後再來就是 底下呢不會有太多的小樹長在下面 什麼意思 因為它這個光度不是那麼強 所以呢 底下能夠生長的植物不多 這就是好的森林 你如果看到說 一走進去就東雜西雜 卡來卡去 又一堆漫藤 這個一定是有破壞過的森林 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我講的 很多小樹 很多漫藤長在這個林下 代表上面的光還滿強的 也就是說有強光才會有底下這些東西 那上面有強光就代表上面的樹冠不夠完整 這樣有破壞過 所以從這幾個指標 大家來綜合一下 就可以感受一下說 什麼叫做原始林 這原始林 當然我們可以預期的就是說 可能在最近 可能一兩百年內 沒什麼人去動它 但是在過去的歷史上 有沒有被大量的擾動 那你當然不知道 你沒辦法回縮那麼久 這樣子 那這邊的大樹 像我們這個栗林帶 你看到這種大樹 基本上呢 正常 就是要大的腸圍烤 或其他的可斗科 像森氏栗長在這種地方 那 可是呢 如果是最原始的狀況 除了它們之外 還要有檜木 可是你很明顯看到這邊 沒有檜木的痕跡在 所以鐵釘它有被伐木過 在更原始的時候 一定有檜木的 那伐木 那伐木它這一種 因為 這邊的 我推測了 它的 檜木的那個密度沒有很高 所以當時在這邊呢 一定是用所謂的折伐 就選擇性的伐木 它只伐檜木其他都不動 所以才會留下這一片 很漂亮的擴葉林 也就是說它把它要的 砍掉了 其他它沒有動 像阿里山那種地方呢 它那個檜木的密度很高有沒有 它們就不會用折伐的方式 因為這個太耗成本 所以在阿里山那一種 它就是接伐 全面接伐 它把所有檜木都砍了 檜木倒下來 又會把這些 比較小的擴葉樹壓死 所以就整面山都清得乾乾淨淨 所以阿里山你看到那邊 它基本上呢 很少有原始林 它都是很多那個很漂亮的人工林 但是原始林非常少 阿這個地方狀況不一樣 因為它折伐 所以它有留下一些還不錯的原始林 來給我們 我們來感受一下這樣子 可是像這一顆 這顆樹好大 可以看得出來是什麼 這一顆我看沒錯就是長尾烤 那一顆大的 我就比較不敢講 那一顆 那一顆的話呢 這個就是有點遠的 不過以樹幹來講 都很像長尾烤 我們也許等一下可以 讓大家感受一下 因為現在真的光度有點低 長尾烤 他還幫我們掛牌子耶 那個獎聽人 你去看一下牌子鞋 那一個啊 那一顆大樹啊 會不會是梅峰農場 他們解說的那個 長尾烤 對喔 長尾烤 我沒有騙大家 當然有板根 對 上次我那個上課 講到立雲帶 我不是有講一個大板根嗎 那個在那個叫什麼 雪見遊樂區再進去那邊 那個板根比人還大這樣 號稱台灣最大的板根